全油管最快新闻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为获突破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于当地时间15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 卡塔尔、埃及、美国、以色列四方代表参加会谈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缺席 当地时间2024年8月15日 加沙地带加沙市 以色列的袭击持续 巴勒斯坦人试图在炎热的天气里通过在海边消磨时间来降温 视觉中国、图、会谈次日、卡塔尔、美国和埃及发表联合声明称 已向哈马斯和以色列提交了一项过渡性提案 该提案与安理会第2735号决议的原则 拜登5月31日提出的原则均一致 声明还强调 过去两天在多哈举行的讨论是严肃和有建设性的 并在积极的气氛中稳步进行 新一轮加沙停火谈判未获突破 但各方确定在下周举行进一步谈判 以期结束延当已久的新一轮巴以冲突 这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问题 需要谨慎和耐心的解决 美国总统拜登的努力值得肯定 希望各方能通过对话找到一个公平和合理的解决方案 结束对人民的苦难 订阅新闻急速地 最先知晓天下事